亲爱的弟兄姊妹 欢迎回到611灵粮堂 现在是我们主要讲到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用了谦卑的心敞开的灵 我们一起来进入神的话 神的话将会成为你生命中最大的祝福 我们给你掌声我们的神 我们给讲声给我们的神 真的非常感动的见证 我很为了恩奇的生命去感恩 非常为以恩奇的见证感恩 因为恩奇是两个月前才帮青年木区写完剧 因为恩奇两个月前先帮青年木区写剧 我很记得你很赶紧跟他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写中学生的剧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邀请他可不可以帮我写中学生的剧本 他几天就砰砰砰写一个很好的剧本 然后他几天就把很好的剧本写出来 青年木区里面有好的演出 青年木区里面有很好的演出 恩奇的B影真的非常独特 恩奇的B影真的非常独特 非常出色 我们再次给点掌声给我们的神 我们再次掌声给我们的神 这个剧我觉得是很好看的 我觉得这剧真的非常好看 整个剧环绕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整个剧环绕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可能这个状况你和我都是有的 可能这个状况你跟我都有的 我想再请几位主角出来 用个带帽的 我想邀请几位主角出来 有一个示范 其实这个剧的内容就是男主角 这个剧的内容就是男主角 他心里面觉得别人根本不会接纳他 他心里面觉得人根本就不会接纳他 因为他心目中好的自己就是 英俊、大胜、高大 因为他心目中的帅哥就是帅、高大、英俊 他看着镜子的时候 他望着镜子的时候 我这样的样貌谁能接受到我啊 我这样的样貌谁能接受我啊 讲话又不厉害又不风趣 讲话又不厉害又不风趣 所以他才会用一个虚拟化身去代表他出来 然后他就去找一个虚拟化身代表他出来 除了社会人的标准才能够接纳到这个把本的他 相信社会的标准才能够接纳现在的他 而是会否定原创的他 然后会否定原创的他 他这样想身边的人 他这样想身边的人 他也这样想他的爸爸 他爸爸的确是疏忽了他的需要 他的爸爸的确是疏忽了他的需要 但你留意剧里面 他爸爸没有说过一句否定他的话 其实你留意 在剧本里面 他爸爸没有讲一句否定他的话 他爸爸并不觉得他是没有价值的 他爸爸并没有觉得他是没有价值的 但他经常重复就是 我就是你一个令爸爸失望的人 然后他自己就一直重复 我就是一个令爸爸失望的人 我永远都不会救我爸爸的厉害 我永远都达不到我们爸爸那么厉害 所以整个剧就是来自一个drama的状况 所以这个剧本就是来自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就是三位演员 谢谢三位演员 一期都是这样 殷琪也是这样 一期唱歌都不敢在家人入 在家人的时候唱 殷琪他唱歌的时候 他也是要家人不在的时候 他才能唱 人家说他说话不流利 他就觉得自己就不被人接纳 然后人家觉得他讲话不流利 他就觉得自己不被接纳 并且他觉得他要他姐姐这么厉害 这么会说话才是好 然后他就觉得他姐姐这么厉害 这么被人接纳 他这样才是好的 他把这些东西套在自己的身上 他把自己套在这样的身上 各位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这个剧是年轻人做的 是年轻人讲见证 这个剧虽然是年轻人做的 年轻人讲见证 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多的状况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卑的时候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卑的时候 自我怀疑的时候 自我怀疑的时候 自卑就会生出很多比较的出来 自卑就会生出很多比较出来 无论你现在多少岁 人生去到哪个阶段 不论你现在多少岁 到了哪个阶段 你总会跟同龄的人去比较 你总是会跟你同龄的人来比较 比较你的成就 比较你的财富 比较你的成就 你的财富 你就算不说出来 你心里面都会有这样的眼光 就算你不讲出来 但是你心中都有这样的眼光 为什么会这样 原来人一出生的时候 原来人一出生的时候 神做我们是最好的 神做我们是最好的 是最完美的 最完美的 但同一时间 但同一时间 另一边有世界的声音 另一边有世界的声音 世界的制度 同神这边的力量 同跟神这边的力量 有一个争夺的争霸战 就是争夺话语权 争夺定义 哪一个定义才是对的 当神定义恩奇 祂本身就是这么好的时候 当神的定义因奇 祂本身就是这么好的时候 但世界就跟祂说 你读书不赖就是不好 但世界就告诉你 你读书就是不好 你不懂得讲话就是不好 你不够人 什么就是不好 你不够 人心 对了 怎样怎样就不好 你不知道怎样怎样就是不好 其实恩奇就是一个battle的里面 那他在这个争战的里面 就是究竟他听神的声音 还是他跟着世界的制度去走呢 就是在这样 到底是在听神的声音 还是在自己走呢 这个是每一个人的争战来的 这就是每一个人的争战的里面 今天我要在分享里面 给大家一个出路 今天我要在这个分享当中 给大家出路 就是我要带大家来进到神的里面 我想用诗篇139篇去分享 我要用诗篇139篇来分享 诗篇139篇是大卫被追杀的时候写的 诗篇139篇是大卫被追杀的时候被写的 是他被很多人否定 但是他被很多人否定 很多人说他不好 很多人说他不好 他被人背叛 他被人背叛 其实他人生就一个很没有价值 很被否定的一个地方 他人生就造点很没有价值 被否定的地方 但他竟然在这么多否定里面 他仍然能够捉住神对他的定义 但他虽然这样被否定 但是还是抓住神给他的定义 我们一起看他怎么写 我们一起看他怎么写 我们一起读篇139篇的第13和第14节 我们来看诗篇139篇13到14节 我今天的讲题是你和我都是受造奇妙可畏 跟你旁边说你是奇妙可畏的 跟你旁边说你是奇妙可畏的 因为神创造我们就是奇妙可畏 今天神创造我们就是奇妙可畏 我们来看第14节 我们来看第14节 我们用一个被人追杀 被人否定的心情来看这个经文 大家会写到我感谢你 因为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这里我们先看后面 就是大卫他知道自己受造奇妙和可畏 我们先看后面 因为大卫他自己知道 他是受造奇妙可畏的 奇妙本身就是奇迹 奇妙本身就是奇迹的意思 就是每个人被造 都是一个很令人惊叹的奇迹 就是他被造是让人家很惊叹的奇迹 你能够做的事 你的脾性只有你才能够做得到 你令人被造你的脾性 他真的知道你是被造的 是令人惊叹的 是令人非常惊叹的 可畏的意思呢 可畏的意思呢 就是看到你就会很尊重你的意思 就看到你就很尊重的意思 就像神造狮子一样 好像神造狮子一样 有些狮子的图片 来看看狮子的图片 狮子就这样看这图片 你会觉得它是一个令人 很尊严的生物 那你看到狮子的图片 你就会觉得它是令人尊严的 它的模式 它的样貌 它的模式 它的样貌 其实这个就是可畏的意思 这就是可畏的意思 英文叫dignify 英文叫dignify 虽然我们的样貌不是狮子的样貌 就是我们的样貌不是狮子的样貌 但是神造我们的里面和外面 但是神造我们的里面和外面 都是充满着尊严的 都是充满尊严的 是很值得被尊重的 是很值得被尊重的 并且大卫说我受造这个字 受造本身不是解创造的意思 受造本身不是解创造的意思 是解分别出来的意思 是解分别出来的意思 就是神造大卫 神造我们每一个的时候 神造大卫造我们每一个的时候 他不是属于世界的 他不是属于世界的 他不是考试多少分 你就是多少分 他不是考试多少分 就多少分 薪水多少就多少 你有没有拍拖 有没有价值 你有没有谈恋爱 你有没有价值 不是这些 它是分别出来的 不是这些的 是被分别出来的 单单被神定义 你的价值和你的好 单单被神定义 你的价值和你的好 而大卫被追杀 去到人生 就是自尊去到最低的时候 当大卫被追杀 他的自尊到最低的时候 他看到这一切 神造他真的这么好 他看到这一切 神造他这么好 我们来看第十四节 我们来看第十四节 他竟然说我要称谢你 我要多谢你 我要赞美你 我要谢谢你 我要赞美你 我要celebrate 你创造我这件事 我要来celebrate 你创造我这件事 是一个庆祝 是一个庆祝 你见不见到大卫 他很触碰到神 怎样定义他 你有没有看到大卫 非常抓住神 怎么定义他 他到一点 他可以去感谢神 他到一点 他很可以感谢神 被人追杀的时候 可以开一个party 神我多谢你 被人追杀的时候 还可以开舞会 来派对 你创造我 是有音乐的才能 你创造我是有音乐的才能 你创造我是有勇气 你创造我是有勇气 我感谢你 他不是在自恋 其实他这里不在自恋 因为他感谢的对象是上帝 因为他感谢的对象是上帝 是神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人生一个阶段 你有没有到人生一个阶段 你看见自己的美好 你看到自己的美好 神创造你是如此的美好奇特 神创造你是如此的美好奇特 你要去celebrate 你去celebrate 你可以拥抱神 这个眼光到一个地步 你是感恩开心的呢 然后你就拥抱神 这样看你的眼光 你去感恩去争辩 可能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像剧里面的阿飞一样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剧中里面的阿飞一样 或者我们像殷琪一样 或者是我们像殷琪一样 我们在我们的伤害里面 我们在我们的伤害里面 就像殷琪一样 他就被人说 他讲话的音不合适 被人笑 那这对殷琪 他讲话的音不标准 然后就被人家取笑 那我就不讲话了 那我就不讲话了 但是呢 他就被世界的人去定义了他 然后他就被世界的人去定义他 并且用很长的时间 都在这个伤害里面 并且用很长的时间 在这个伤害里面 或者你的生命是不是这样 或者是你的生命是不是也是这样 可能你现在去到四十岁 或者是你现在已经到了四十岁 你会觉得 为什么我还不是管理层呢 你都会觉得 为什么我现在不是管理层呢 我一同毕业的人都已经在管理层了 当我一同毕业的都已经在管理层了 我也没有一个物业 我也没有一个物业 我身边的朋友同龄的人 我身边的朋友同年龄的人 已经拿着几栋楼 已经有好几栋房子了 他的儿子去读国际学校 我的孩子读国际学校 我就打不到这些 或者我们在座当中 可能你已经退休 或者在我们当中 你可能已经退休 你的身体不好 你身体不好 或者你在财务上不是那么丰盛 你心里面会觉得 我可能会累了下一代 你心中会觉得 我可能会害了下一代 我的身体不好 会成为他们的妇女 我身体不好 会成为他们的妇女 我真的没有用了 我真的没有用 或者我们在座当中 有很多青年牧区的中学生 或者是在我们当中 有很多青年牧区的中学生 你读班级的学校 你到底是读班级的学校 你能不能入到大学 你能不能入大学 都将你分开不同的层次 都把你分开了不同的层次 这些教育制度 我们的职场 这些教育制度 还有我们的职场 全部会分类 分高和低 分高和低 但我们要很知道一件事 但我们要很知道一件事 我们今天要再次进到真理的里面 就是你和我都是受造奇妙可畏 就是你和我都是受造奇妙可畏 这是一个battle 是一个争战 我们要用尽所有力量 很用力地相信 我们要用尽所有力量 我们要很理由地去相信 神造我们每一个就是这么美好 神造我们每一个就是这么美好 当你知道这个美好的时候 当你知道这样美好的时候 不是只停在这里 而不是只停在这里 我们看看第十七节 我们来看第十七节 当大卫看到神造他美好的时候 当大卫看到他造他这么美好的时候 他可以说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 他可以对神说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 但是他一直说 我若数点 十八节他继续说 我若数点 比海沙更多 比海沙更多 这里说到 神原来对每一个人的意念 是无限这么多的 数不完的 这里是说神对每一个人的意念 是出现的 是数不完的 比辞于意念是很美好的 而且这些意念是很美好的 原来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生 有很美丽的蓝图 原来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很 我们人生有很美好的蓝图 超出我们每一个人的想象 是超乎我们每一个人想象 我们用殷琪做例子 我想中学的他没有想过 他今天可以写出这么好的剧 我相信他在中学的时候 绝对没有想到 他今天可以写出这么好的剧 我说话又不厉害 又不够家姐好 我讲话又不厉害 又没有自己的英秀 社交又不好 社交又不好 我怎么可以搞这么大型的剧 我怎么可能搞这么大型的音乐剧 但其实神对殷琪的意念就是 但是神对殷琪的意念就是 他里面的感性是很丰富 他里面的感性是很丰富 他对人的需要很敏感 他对人的需要是很敏感 他音乐的能力也很高 他音乐的能力也很高 这个组合放在一起 这些组合摆在一起 他就可以写这么触摸到人心的剧 他就可以写出这么触动人心的剧 那个小陈哀的歌 那个小陈哀的歌 他刚才说也触动了很多人的生命 他刚才说就是触动了很多人的生命 因为他明白原来自卑就是这么惨的了 因为他明白自卑就这么惨 但不是每个都像他那样 但不是每个人都像他这样 这个是神对他美好的意念 这是神对他美好的意念 而且他今天说大学读的课 不是很适合他 纵然他说他现在大学读的课 不是很适合他 但他不需要给一个教育制度去定义 但他不需要对教育制度去定义 因为神的意念是高于地上一切的制度 就像他今天可以发挥到这一份 是何等的宝贵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 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父母 你都要用这样的眼光去看你的下一代 你的孩子我们的祖缘 我们要看到神对他美好的意念 我们要看到神对他美好的意念 我们要相信纵然他现在的状态如何 我们要相信纵使他现在的状态 他都是神美好的创造 很好的意念在他生命里面 他都是神美好的创造 有神美好的意念在他的里面 我自己同样 好像殷琪或者剧中的人 都是很自卑的 我自己也是跟殷琪还有剧中的人 一样很自卑 但我成长里面有很多 很好的条件 但我成长当中有很多很好的条件 所以很多人都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自卑 所以以至于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么自卑 其实我在一个好的家庭里面长大 其实我在一个很好的家庭长大 我小学的时候就入了第一志愿 我小学的时候 我中学的时候是入第一志愿 是九龙堂一间Bang1的英宗 是九龙堂一间Bang1的英宗 是的 但是并且我大学的时候大学 家里可以送我去外国读书 那我到大学的时候 我家里是可以送我到国外读书 我出来做老师也是很顺利 我出来做老师也是非常顺利 并且我外貌也是不错的 我的外貌也是很帅的 我去到大学才知道 原来高度对男生很重要的 那我讲到小才知道 原来高度对男生很重要 我都是178 我都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 我从来知道都是178 我都不知道这是好的 直到我的好朋友比较矮 他跟我说 你不明白矮的人是自卑的 结果我的好朋友他是矮的 他说你不明白矮的人的自卑 原来男生高度很重要的 我原来才知道 我男生的高度是很重要的 我一直都看不到自己的好 但是我一直都看不到自己的好 我虽然高了 但是我以前肥的 虽然我高但是我很胖 我记得我教会有个朋友说 你就是理肥膏啊 我的教会的朋友说 你就是理肥膏啊 那我就每次走路的时候 好像肥猪肉 然后每次走路的时候 好像一直肥猪 那个人都在笑着我的 然后每个人都笑我的 那我就觉得我的外貌是不好的 然后我就觉得我外貌是不好的 所以当时我就很努力减肥 然后我就那时候很努力减肥 我就去游泳减肥 然后我就游泳减肥 那小时候就很容易减肥 那小时候当然很容易减到 我去到中一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够多朋友 那我中一的时候我就没有很多朋友 我就观察到呢 搞笑的人呢是很多朋友的 那我就观察了 搞笑的人就有很多朋友了 那我就写下同志哥 我每天呢 每三句说话 第四句就是笑话了 然后我就写下来了 我每一天呢 第三句话 第四句话呢 就一定是搞笑了 我要训练自己风趣幽默 我要训练自己风趣幽默 那我就不停讲笑话了 然后我就在那边拼命讲笑话 那有些人觉得好笑 有些人觉得好笑 有些人觉得好烦 有些人觉得很好笑 有些人觉得很烦 那我就觉得原来我又多了朋友了 然后发现原来我又多了朋友了 那我又 当我满足了就发现 其实我读书不是很好 那我就觉得好满足 但是我又发现我自己读书不是很好 在香港你读书不好就是没用啦 在香港你读书不好你就是没有用啊 当时我跟学校的老师这样讲 当时我那一间学校老师就这样讲 那我当时背考我就很努力去读书 那当时我会考就很努力读书 那我的确呢有好的成绩 那我的确是有很好的成绩 但是呢我拿到成绩当过一刻 但是我拿到成绩在那一刻 我真的有个莫名的空虚 我真的有个莫名的空虚 我在问好了我拿到 我是不是真的开心呢 好了我已经拿到了 我是不是真的很开心呢 我心里面问 那下一个是什么呢 那那我现在就说 下一个是什么呢 我下一个怎么办呢 我需要再追逐 人家的眼光要求 什么呢 我还要静静去追逐人的眼光 要求什么呢 所以我发觉呢 自卑一样东西呢 下一个感觉 但我就发现自卑就是一种感觉 你不是用这些外面的东西 可以去医治你 不是用这些外面的来 可以医治到你的 甚至我去到教书的时候 甚至我到教书的时候 我都是很自卑 我真的很自卑 我很介意我自己的科 的公开试成绩 我真的很介意我自己 那一科的公开成绩 因为我是历史科 不是什么主流科目 因为我是教历史科 所以不是主流科目 我想被人看得起 所以历史科的科目 要很高分 我很想被人瞧得起 所有历史科目 一定要很高分 我很想校长认同我 我很想校长认同我 我想家长学生觉得 我是最好的老师 我想要家长学生觉得 我是最好的老师 我想要家长学生觉得 我的人一直在自卑里面 不断追这些东西 人就是在自卑里面 不断地追 直到我07年来到611 直到我07年来到611 当时我又跟我组长说 我就是 应该组长跟我说 当时组长就跟我说 你的问题就是你的自卑 你的问题就是你的自卑 你不要再被制度追赶你了 你不要再被制度追赶你了 你不要再被制度追赶你 你已经够好了 你已经够好了 你给我们牧养 你不给我们牧养 你自己都去牧养人 你自己都去牧养别人 你自己都去牧养别人 你教会里面起来服侍 然后你在教会又起来服侍 你跟一个群体去connect 你跟这个群体一起connect 你跟这个群体一起connect 你就可以走出来了 你就可以走出来了 原来其实我需要的是 一个接纳我的群体 原来我需要是一个接纳我的群体 而不是用一个标准来接纳我是不是一个爱的群体 我在六月教会里面真的经历到一样东西 我在六月教会我真的经历到这一样 有些照片可以打出来 有些照片可以打出来 当时我的组长Tommy 这个温客是我的小组 当时我的小组长 我的小组就是Tommy 我们真的无分彼此的互相接纳 我们真的不分彼此接纳 无论你是做什么工作 你的生命状态怎么样都好 不管你做什么工作 你的生命状态是什么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都是一家人 并且我起来牧羊 并且我起来牧羊 我下面的组员 我下面的组员 我都学习用这样的眼光去看他们 我都学习用这样的眼光去看他们 并且青年牧区的年轻人 并且青年牧区的年轻人 每个人都有他很牢阔的一面 每一个人都有他人不堪的一面 当我被牧羊被接纳的时候 当我们被牧羊被接纳的时候 我都懂得用这个眼光去看每一个年轻人 我也是用神的眼光去看这些年轻人 以至于我在六一的生命树群体里面 以至于我在六一生命树群体里面 我是很被医治很被接纳 我很被医治被接纳 不是因为我的表现 不是因为我的表现 我的外貌 我的外貌 而是真的教会群体代表神去接纳我 去爱我 真的在教会群体代表神接纳我爱我 我真的懂得用神的眼光去看我自己 我真的用神的眼光来看我自己 并且我可以一步一步离开我的自卑 并且我可以一步步离开我的自卑 并且我最后有一张照片打出来 并且最后 在我过去我是自卑到一个地步 我觉得自己很难去拍拖 那我过去我就自卑到一个地步 是我很难去谈恋爱的 我是30岁才拍拖 我是30岁才拍拖的 但是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 但在教会里面 我认识到我的太太 我认识了我的太太 并且今天我们很快会成为父母亲 我们很快就会成为父母亲 神去改变我用神的眼光看我自己 神真的是来改变我来看我的眼光看我自己 并且我真的可以用神的眼光看我的下一代 并且我可以用神的眼光来看我的下一代 并且我可以用神的眼光来看我的下一代 让我的下一代都可以健康地活出来 让我的下一代都可以很健康地活出来 各位的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要得罪这个眼光 今天我们要得到这样的眼光 让我们可以离开我们的自卑 让我们可以离开我们的自卑 好 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 好吧 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 好吧 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 好吧 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在岸中守着 在你的深处被远落 那时候我的心情 并不想你隐藏我未曾心的体质 你的眼光早已看见 为我锁定的日子 你都写在一车下 其眼神 我们今天很想发出第一个邀请 我今天很想发出第一个邀请 今天要讲自卑的信息 今天讲这个自卑的信息 自我接纳的信息 自我接纳的信息 是给我们每一个人 是给我们每一位 因为自卑是一个宇宙性的问题 今天神跟你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今天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特别跟我们的新朋友 特别是要对我们的新朋友 还有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 还有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 认识自己的第一步 认识自己的第一步 是去认识我们的神 就是去认识我们的神 当你认识这个神的时候 当你认识这一位神的时候 你才有最正确的眼光去看自己 你才能有最正确的眼光来看自己 我很想去邀请我们的座座当中 我很想邀请在我们当中 如果你没接受耶稣基督 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 我邀请你 我邀请你 将耶稣基督去接在你心里面 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将耶稣基督来接到你心里面 成为你生命的救主 如果也是你愿意去认识这个神 如果即刻你愿意接受这位神 你可不可以轻轻地 在你的位置去举起你的手 你会在你的位置上 轻轻地举起你的手 让我去看见 让我可以看见 有光的大兄姊妹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你愿意去接受耶稣认识基督 你愿意接受耶稣来认识耶稣基督 感谢主 可以陪她的朋友 可以出来台前面 陪她的朋友 可以带着她来台前 可以来台前 可以来台前 是不用怕的 我们陪你一起 有没有其他的大兄姊妹 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 你都很想在这一刻认识耶稣基督 你都很想在这一刻认识耶稣基督 成为你生命个人的救主 他成为你生命里面个人的救主 有没有那样的大兄姊妹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认识神是让你生命去改变 认识神是让你生命能够得改变 好 感谢主 感谢主 可以来到台前面 可以来到台前面 感谢主还有没有大兄姊妹 感谢主还有弟兄姐妹 认识我们的神 你就可以离开你的自卑 认识我们的神 你就可以离开自卑 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看别人 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还有别人 好 感谢主 还有没有更多的人想出来 还有没有更多人可以走出来 耶稣欢迎你 我们教会也很欢迎你 我们教会也很欢迎你 还有没有我们还有时间的 还有没有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还有时间 还有没有弟兄姐妹 还有没有弟兄姐妹 可以出来台前面 接受耶稣基督 可以来到台前接受耶稣基督 好 还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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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你可以闭上你的眼睛 你可以闭上你的眼睛 我们一起 一个一个跟我祷告 我邀请你们一句句跟我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愿意 我愿意 将你接在我心里面 将你接在我的心里面 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我愿意认识你 我愿意认识你 帮助我 帮助我 用神的眼光看自己 用神的眼光看自己 让我做到丰盛的人生 让我进入丰盛的人生 感谢主 感谢主 同主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我给我们的神 我们也掌声给我们的神 可以到他旁边被服侍了 我们可以来到旁边 好 大家请坐 好 大家请坐 我们多谢神 感谢神 多谢Tim的分享 谢谢Tim的分享 还有多谢神創造了殷琪 还有感谢神创造了殷琪 我又以殷琪不是姐姐是妹妹 殷琪不是姐姐是妹妹 还有 创造殷琪好像那颗仙人掌 那么独特美丽 创造殷琪好像那颗仙人掌 那么独特美丽 又让殷琪写了这个剧出来 又让殷琪写了这套剧 我们给掌声殷琪 我们给掌声给殷琪 又给掌声主 给掌声给我们的主 我请殷琪你上台 爹地妈咪都陪你上台 请殷琪跟爸爸妈妈一起来 家姐有没有在 姐姐在吗 姐姐不舒服 好 找一个代表的姐姐 那有一个来 等会你捉捉姐姐吧 站过一点 好 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要感谢神 今天让我们年轻人写了这个剧 今天让我们的年轻人写了这套剧 我很多谢神 这个剧让我可以进入到年轻一代的世界里面 我很感谢神 这套剧让我能够进入到年轻人的世界里面 这个剧是非常之好 这套剧非常好 这套剧非常好 因此你写得很丰富 因此你写得非常丰富 里面是高潮日起 有没有看到 里面是高潮叠起的 就是你想到差不多了 还有发展 还有发展 还有继续高潮 还有这个剧是从尘埃开始 那这套剧是从尘埃开始 你用一个虚拟的人 阿菲 你用一个虚拟的人 阿菲 和这个真实的阿菲 和一个真实的阿菲 里面有阿美 又有阿森 还有阿森 还有阿森 还有爸爸 这角色 我想你很期待你老爸 好像那个剧里面那一位 你期待你爸爸像那个剧里面 那么厉害的 其实欣奇很像阿爸 其实欣奇很像爸爸 欣奇又在自己的家里面 很需要被接纳 欣奇在家里很需要被监纳 里面很让我感动的一句 就是我在我父亲的眼中 都是不合格的孩子 你们很让我感动的一句 我在我父亲 我爸爸眼中 都是一个不合格的孩子 其实不是 你在你爸爸 你妈妈心中是很重要 你在你爸爸妈妈心中都很重要 到最后去到最高潮 到最后的最高潮 就是那个歌词里面讲到 我是被重视 歌词里面讲到 我是被重视 被爱的存在 从一个的尘埃 从一颗尘埃 是不被肯定的 是不被肯定的 是不被接纳的 是没有盼望的 是没有盼望的 每次有人想找你的时候 在剧里面 你会怎么讲 在剧里面 你会怎么讲 马上转个背 很紧张 很紧张 就想离开 不想再受伤害 不想再受伤害 对于明天 不再有任何的期待 只是想 永远沉没于大海 自卑原来是这样的 我多谢你写这个剧 我谢谢你写出这套剧 很写实 很真实 很写实 很真实 他用一个虚拟的东西 写出一个真实的自己 他用一个虚拟的 写出一个真实的自己 让我更加了解你的家 让我更加了解你的家庭 让我更加了解你的家庭 让我了解到你妈妈的家 多么重要 是 了解到你妈妈在家里多么重要 原来妈妈不是AI 真实的 撕下她 原来妈妈是真人 不是AI的 对啊 最后讲到两代和好 最后讲到两代和好 对啊 爸爸和儿子阿飞 就是和好 他们的和好 那个关系很重要 很宝贵 那个关系很宝贵 原来到最后虚拟的东西 都是假的 不存在的 原来最后虚拟的东西 都是假的 不存在的 真实的我们才是存在的 真实的我们是存在的 而我们存在当中的关系最重要 阿们 我很多谢欣其 我们更加明白你们 下一代 也提醒我们上一代 也提醒我们作为上一代 要珍惜 我们的太太 我们的孩子 不要只是忙于做事 而不理他们 不是忙于做事 而没有理他们 忙于追求自己的事 而忘记了太太 忘记了孩子 而忘记了太太和孩子 跟他们聊天很重要的遗落 不要只是浸在你深沉的大海里面 不要整天泡在你的深海洋里面 我很感恩 我看这个剧的时候 我一直流眼泪 很感恩 我一边看一边流眼泪 因为我看到盼望 因为我看见盼望 看到你们的改变 看到你们的改变 所以这个剧也告诉我们 是做妹妹的 所以这道剧也告诉我们 是有一个很棒的姐姐 做美美的 虽然有一个很棒的姐姐 不用自卑 你活在姐姐的影子之下 姐姐挺高大挺厉害 但是原来你是独特的创造 但是你是独特的创造 这个就是出路 这个就是出路 听讲得很好 十三十四节 我们的受造奇妙可为 还有神的作为奇妙 但是你有没有知道 但是你知道吗 像诗人这样讲 这是我心知道的 这是我心生知道的 希伯罗文是三个字 希伯罗文文是三个字 第一个字 My soul 第一个是new 第二个new 我知道 第三个是write well 直接 很真实的知道 我的心灵是否很真实的知道 我受造奇妙可为 我的心灵是否真实的知道 我受造奇妙可为 神作为奇妙 原来透过这个剧 我们看到 殷琪 原来透过这个剧 我们看到 殷琪 她作为妹妹 有个这么厉害的姐姐 有这么棒的姐姐 有 在家里 和父亲的沟通也很少 跟父亲沟通很少 虽然是这样 我们不要自卑 你受造奇妙可为 你受造奇妙可为 你的心灵知道这一切 你的心灵知道这一切 原来神的作为奇妙 原来神的作为奇妙 非常奇妙 非常奇妙 也都因为这样 也是因为这样 你写得出这个剧 你就写出这套剧 你可以在这方面 有很好的发展 被神大大使用 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发展 被神大大使用 你很棒 你真的很棒 你真的很棒 真的很厉害 还作到那些歌 还可以作那么多歌 寫到这么好的歌词 寫那么好的歌词 每一首歌都感动我 每一首每一首 因为每一首都很真实 是我们年轻人的呼喊 是我们上一代的悔改 是我们上一代的悔改 我们能够把这歌 寄到下来 我们把这些歌曲记下来 但最后再补上诗篇139的13、14节 最后再补上诗篇139的13、14节 就很不一样 就很不一样 我们真的可以走出一切的伤害 进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美好 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美好里面 所以我要感谢神 也让这个剧跟我们说话 这个剧里面 在第13、第14节里面 就是彼此的呼喊 跟13、14节是彼此呼喊的 原来我们受造的很奇妙 原来我们受造的很奇妙 不要看不起自己 不要看不起自己 你是有盼望的 你是有盼望的 你做得很好 你做得很好 我师母 我相信你爹地妈咪 甚至你姐姐都proud of you 牧师师母 你爸爸妈妈 我们都以你为用 对每一个人来讲 你摸摸自己 你是真实的 你是真实的 你不是AI 你不是AI 你还活着的 你还活着 趁着活着 跟你家人有美好的关系 跟家人有美好的关系 每一个人都不希望被人看 是不合格不接纳 每个人都不希望被人看是不及格的 如果你看你的儿女是不合格不接纳 他就很惨 你看你的儿女不及格 你不接纳他就很惨 我们重视他 我们重视他 肯定他 肯定他 他一定有他的美好 他一定有他的未来 他是很独特的 他是很独特的 问题 我们的眼睛 有没有看见我们孩子的独特 我们眼睛有没有看到孩子的独特 我们做孩子的 也都有没有看到 你是神所创造的奇妙作为 神的奇妙作为 阿天是神奇妙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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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我也是 非常奇妙 非常奇妙 我从来没有想过光头是英俊的 我以前没有想过 感谢神 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起楼 我们一同站立 我们举起我们的手 我为大家祷告 我为大家祷告 天父爸爸 多谢你 感谢你 我们每个人的都是你所创造 我们每个人都是你创造的 你的作为奇妙 我们回应你 我们拥抱你给我们的identity 我们拥抱你给我们的身份 你创造我们 你创造我们 我们赞美你 我们相信你 我们相信你 与我们同在 我奉耶稣的名 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奉耶稣的名 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 愿神兴望你 带你走出那个自卑的药 带你走出自卑的药 你是被爱被重视的 祝福你 每一天都喜乐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多谢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篇信息 已经成为你生命的祝福 那希望你和我们继续联络 那我们的网页上 有线上小组的资料 无论你在哪里 都可以参加的 那线上也有我们的奉献资料 请留意我们的频道 下周见